科比新世纪最伟大的球员,他荣誉满身功成名就,退役赛季各大球队均为其举办了退役仪式,也可以看出科比的地位和影响力,即使强如同样有人不喜欢他,正如科比所说,有人爱我,就有人恨我,而恨我或会让我更加努力。 退役后的科比也将这一个精神连续爆料其他领域,他导演的亲爱的篮球,多次斩获大奖,据称科比又准备筹备自己的新书,下面回到主题,很多球迷认为09年胡仁夺冠的含金量不高,他们季后再没有遇到马斯这样的对手,总决赛的对手又是缺乏惊艳的魔术,那魔事实真的如此吗? 胡仁那年在西部季后赛分别遇到料爵士,火箭和绝巾,可能印象中这三只都不是所谓的传统豪强,但这三只在当年相信很多球队都不愿意面对,09年的爵士是很多球队的噩梦,尽管他们那今年始终无法打进决赛,但任何球队都不能轻视他们,他们的高人主城让很多球心迷失,那轮系列赛科比加索尔和发挥出色,最终五场解决料战斗,科比成军27.4分5篮, 5.6篮,加索尔长军18.4分9篮,拜纳姆长军5分3篮,爵士那边的布泽尔长军20.6分13.2篮,德龙长军20.2分3.3篮10.8篮,此外军里连科,布鲁尔,科沃尔以及尼尔赛普德分军上双,此轮他们遇上要火箭队,胡仁队就显得有些幸运,因为他们大将麦迪和姚明相继受伤,但火箭队中同样有阿太斯特,兰德里以及海耶斯这样的防守, 所以胡仁和火箭队一直打到料第七城才分出胜负,那轮系列赛科比成军27.4分5篮,3.7篮,加索尔长军18.6分12篮,拜纳姆长军6分4.3篮,火箭队纳边布鲁克斯长军18分,阿太长军15.6分5.3篮,4.6篮, 姚明出战料前机场,和海耶斯合计场,军11.3分9.4篮板,斯科拉长军12.9分9.9篮板,西部决赛胡仁队上料决金队,那轮系列赛科比和安东尼也上演料精彩的对决,那一年的决金阵容方面也是相当豪华,攻防两端均有出色的球员, 但科比主导那轮系列赛,长军贡献34.8分5.8篮板5.8助攻,此外胡仁队得分最高的就是加索尔的长军17.5分,拜纳姆长军得分依旧不足10分,绝今这边安东尼长军27.5分4.8篮板3.7助攻,比鲁普斯长军18.2分38篮板6助攻,马丁长军12.5分7.2篮板,此外,内线还有内内阵守,替补席由史密斯带领, 总决赛遇上料魔术队,那年的魔术季后赛先后过调料威免冠军凯尔特人和詹姆斯带领的骑士,也可以说明他们能够打进总决赛,靠的不仅仅是运气,那年多少魔术队中拥有霍华德,刘易斯,特科格鲁,尼尔森,阿尔斯通,替补席有雷迪克和考特尼里,这样的阵容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的不堪,但总决赛科比再次打出料狂暴的数据, 长军贡献32.4分5.6篮板还有长军7.44助攻,能得分能传球的科比也让魔术难以下手,加索尔长军18.6分9.2篮板,此外胡人类得分最高的就是奥多姆的长军13.4分,魔术那边霍华德长军15.4分15.2篮板,特科格鲁长军18分4.6篮板38助攻,刘易斯长军17.4分7.6篮板次助攻,那年纪后在科比长, 金能够得到30.2分5.3篮板5.5助攻,加索尔长军18.3分10.8篮板,奥多姆和阿里扎长,金能够得到12.3分和11.3分,此外胡人队再无一人得分上双,所以科比那一年的夺冠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韩金亮也是被严重逼沽,感谢观看,喜欢士兵的朋友,赏一个订阅吧。